大家都很愛的夜市小吃 但是您知道它的熱量有多高嗎 像是三個車輪餅就等於四碗白飯的熱量 還有夜市裡也很常看到的地瓜球 一份15顆也有600大卡 而且又沒有飽足感 一不小心就會越吃越胖 走進夜市這麼多的美食小吃 不過你要知道 看起來小小份的 不過熱量可能不少喔 一個個地瓜麵團 普通普通下油鍋 一包份量這麼小 負擔應該不會太大吧 Q攤本源包裹著紅豆 吃這個底正餐 應該也不會太胖吧 但偏偏大家不會只是一樣就滿足 不少人都喜歡在夜市吃正餐 而且還是人手好幾代 某些就是東西很有名 所以就想說買來吃吃看 所以是一次當晚餐吃 對 人性就算滿多的 然後有些適合當正餐 然後吃完正餐 也有一些可以當飯後甜甜 小心喔 像是這個地瓜球 吸了滿滿的油脂 15顆600大卡 等於是三碗白噴的熱量 包心本源加上配料 煉乳還有蜂蜜的糖分 加一加也有四五百大卡 等於是兩碗白噴的熱量 其他還有像是三星蔥餅 鹽酥雞都很厲害 熱量都將近五六百大卡 一個女生一天建議 攝取一千兩百大卡 光是這樣吃一餐就會超過 隨隨便便再搭配個飲料 馬上就會破標 別再以為分量少熱量就少 有的時候這些小點心 才真的是讓你不胖也很難 記著衛田楊德森 一蘭報導 有時候再看一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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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再看一看一看